嗨,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Janny,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7月12日是我30岁的生日,首先在这里感谢每位朋友的关心,支持和祝福。 我想在这里与每位朋友分享我的喜悦,一些30岁的感悟,以及一些问题的回答。 一直以来我们都说30而立,仿佛30岁是人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如果到了这个年纪,事业还没有稳定的发展,没有婚配组建自己的小家庭,那么便会被认为是活得不够成功。 然而在《论语》中,孔子所说的三十而立,是指的他自己在30岁,学懂了礼仪,说话做事符合周理。 虽然生活困久,但仍不忘初心,所以三十而立实际上与物质的多寡无关,而与每一个人在那个当下的心境有关。 回顾这30年,有欢笑,有泪水,曾经我幻想过,憧憬过,30岁的我是什么样的? 30岁的我是不是在事业上独当一面,30岁的我是不是已经有了自己的幸福美满的家庭了呢? 当然,我也会有担心,如果到了30岁,我一如所有该怎么办呢? 如果说,事业稳定,生活幸福美满是成功,而一无所有是失败,那我又该如何面对这样的失败呢? 其实,在30岁到来之前的几天,我仍然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样的失败。 因为,现在的我失去了很多,人生仿佛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外界世界的崩塌将我推向内心,我才真正明白,当我无所依靠时,唯有内心才是我的依靠。 当我孤独无助时,唯有进入内心,才能获得温暖和平静。 我想,30年的人生经历,估计不能在一个视频中潦草的介绍。 我想,关于这30年的人生感悟,也许也不能在一个视频中浓缩提炼。 因此,我会用一本书与每一位朋友沟通。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眼里有光,心里有爱》,相信很快便可以和每一位朋友见面。 在这里,我想通过回答朋友们的问题,穿插着介绍一点自己的经历。 我将收集到的问题大致分为了四个部分。 我在这里做了一些记录。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情绪的。 我收到以下的问题。 一,如何放下对未来的焦虑。 在这里,我非常推荐两本书,当下的力量和新世界。 Eckhart Tolle在《当下的力量》中写道, 你越关注时间,过去和未来,你就会越多地错过当下。 当下才是最珍贵的东西。 你的大脑中背负着一百件你在未来将会或者必须做的事情的重担, 却没有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件你现在就能做的事情上。 我们的焦虑,很大程度上源于对过去的懊悔, 以及对未来的畏惧。 可是过去的事情已经发生,我们无法改变。 未来的事情还没有发生,一切只是大脑中的一个想象,一种可能性。 我们为什么要在现在这个时刻为一个可能性而担忧呢? 为什么不能积极正向思考,过好每分每秒呢?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更好地接纳自己,或者说放下对自己的苛刻? 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正好有一位朋友在之后问了几个关于小我, Ego和高我,Higher Self的问题。 我想将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做答可能会更好一点。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情绪? 毕竟做不到不管3D,而不喜欢的事情发生也难免会不开心。 在这个世界,时间是线性的,由过去、现在和未来组成。 而从更高位来看,时间只有一个,只有永恒的当下, 不是过去或未来的事物本身在影响我们, 而是我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尤其是对这个事情的感受, 让我们感到不开心、不高兴。 情绪可以帮助我们成长, 情绪也可以时时刻刻阻碍着我们的成长。 正确对待自己的情绪,首先要接纳它的存在。 因为,你不能去否认一个不属于你的东西。 接纳你的每一个感受, 而不是好的感受我想要,不好的感受我想把它推开。 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追求快乐喜悦平静。 甚至追求高频率。 但是,我们不要执着于过高频的生活, 而否认在那个当下, 我们处于一个低频率中, 处于难过痛苦悲伤中。 有时候,虚假的高频其实比真实的低频要更糟糕, 更可怕,更有毒,更有害。 第二个部分是关于小我和高我的。 我收到以下三个问题。 一,请教一下如何接纳,然后爱自己, 和如何分辨小我和高我的声音。 二,如果是现在想去做一件事情, 如何分辨小我和高我的声音。 第三,如何处理和小我的关系。 我把这三个问题放在一起作答, 因为我认为它们之间彼此是有着关联性的。 首先,请让我简单地回答一下这三个问题。 然后,我会加上我的个人经历展开来进行解释。 爱自己,就是爱自己的全部。 无论好坏,无论美丑。 这一点我已经在前面关于接纳情绪时, 也有提到过。 就是无论好的情绪还是坏的情绪, 我们都去接纳它。 这就是爱自己的一种表现。 第二个是关于小我和高我的声音。 小,怎么说呢? 小我的声音一般会比较负面一点。 一般会说,哎呀,你不行, 你这个地方做得不好, 你, 你这不好,那不好, 你完蛋了。 但是这个不是评判的唯一标准。 小我的声音和行为, 背后都是想要认同, 想要控制和想要安全。 因为没有这三点, 小我便不复存在。 高我的声音是温暖的, 充满爱的,没有批判的。 哪怕你做了错误的选择, 高我仍然无条件地爱你我, 因为高我充满了包容心。 想要处理好小我的关系, 非常简单。 那就是不批判小我, 不定义小我, 真正地爱小我, 接纳小我, 包容小我的存在。 当我们学习身心灵的知识时, 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两个概念, 小我和高我。 然而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带着二元对立的观点在看待这两个概念。 我们认为小我是不好的, 是有曲线性的, 高我是好的, 高我是一种无限存在的体现。 然而我们是否有体会到, 尤其是在显化时感受到所谓之限制性信念。 我们很多学习和运用显化的人都非常地害怕所谓之限制性信念, 即我们的小我一个。 起初我也十分地害怕, 甚至无限次地想要把它推开。 后来我意识到这个其实不是一个真正正确的方式和方法。 我相信很多人都说过小我的存在是为了保护我们。 但你有去想过, 为什么它会去存在吗? 而不是简单地只是认同这一个事情的结论呢? 大约在七岁之前, 我们仍然是以纯净的高我的形态在这个世界生存。 然而七岁之后, 当我们开始上学进入社会之后, 我们与人接规和人交往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些伤害。 那时我们便会为自己塑造出一个面具, 名字叫做小我。 戴上这个面具, 我们便可以在这个面具的保护下减少他人给我们的伤害。 在这里, 我以我自己举例, 我的名字叫Jenny, 这是我从出生以来一直用的一个姓名。 我们很多人都想和高我, Higher Self, 直到灵Spirit Guide进行沟通。 但是我们是否有想过去跟我们的Ego, 小我进行沟通呢? 曾经我也和每一个人一样知道有这么一句话就是, 不要去怨怪我们的小我, 因为它的存在也是在保护着我们。 当我发现是小我, 不断地羁绊住我前进的步伐时, 我也会愤怒生气, 恨不得小我立刻死掉。 而我们对于小我的偏见, 正是体现了这个世界是二元对立的。 在二元对立的世界里, 我们很难获得真正的平衡、平静。 当我们把小我看成与我们分离的一部分时, 我们便会用好和坏去定义它。 小我也在这种好坏定义中愈演愈烈, 我们仿佛无法和小我握手言和。 什么是love myself, 爱我们自己? 什么是爱自己呢? 爱自己真的不是指的, 我们只爱好的一面, 不爱不好的一面。 我们只想用高我的生活而摒弃了小我的存在。 甚至比如说讲我们的身体肯定会有我们觉得不是特别的满意的部分。 我们是不是只爱比较好的那一部分, 而摒弃不好的那一部分呢? 分离其实是一个幻象。 我们如果一直沉浸在二元对立所创造的分离的幻象中, 我们便一直陷于矛盾和对立中。 道理其实一直坐在哪里? 当我意识到我一直处于分离的幻象中时, 我便真正地接纳小我的存在。 我给她取了一个名字, 叫做Jane, 是Jane的昵称。 当我感觉到因为情绪起伏而身体紧绷时, 我会静下心来去问问Jane, Jane,你怎么了? Jane,不要怕。 Jane,这里没有人在说你不行, 你不可以, 你完蛋了。 Jane,这里也没有人在身体和精神上折磨你。 将我们的小我想象成一个处于青春期的少年或者少女, 给她多一点爱。 因为她真的很努力地想要去从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环境中保护我们。 第三个部分是关于如何看待人生经历。 请问你是怎么看待自己的经历的? 是目前为止的经历。 你当时是抱着怎样的态度面对的? 而现在, 你又怎么面对当时你的态度? 也就是, 你怎么去观察当时的自己? 曾经我会觉得我的经历非常的痛苦, 但是现在我会认为想这些经历都是帮助我成长, 帮助我去认识我自己, 帮助我去真正的爱我自己。 我是如何面对这些经历的?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不太, 不太信吧。 其实很多年前在我的梦中我梦到过一个人, 当我感到很痛苦时, 我都会鼓励我自己, 我都会说这样, 就是擦干眼泪, 还有一个人在等我。 所以当我还没有遇到过那个人的时候, 他已经在鼓励我要好好的活着。 虽然我也承认在我非常痛苦的时候, 那时候我真的有想过在心里面对这个人说, 对不起, 我真的等不到你了, 对不起, 太痛苦了。 对不起, 我真的特别想死。 还好那个时候, 我在我哥哥的帮助下走了出来, 所以直到今天, 在我的心中, 我非常的感激三个人, 一个是我的爸爸, 像他在我18岁之前就走了, 我的哥哥, 最后非常的感激那个一直鼓励我, 支持我, 给我无条件爱的那个人。 第四部分是他写的是我反而想听听看对于未来的显化美梦, 到处收集离谱大梦素材, 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什么叫做离谱大梦, 然后另外一位朋友好像叫大马哈鱼, 你们都提的什么, 你们都太可爱了。 然后大马哈鱼就说, 比如N年后的畅销书的作家, 真的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会有这样的问题。 关于这个离谱大梦, 我也会做了, 比如说像大马哈鱼写的关于N年之后的畅销书的这个作家, 该怎么说呢?大马哈鱼写的关于你这个梦还不够的离谱。 甄老师认为不够离谱, 甄宁老师认为不够的离谱。 就是, 就是我会去想到, 比如说像啊, 这原书写的好啊, 或一些奖呀, 比如说这样, 就是真的就是离谱到那种很难去想的那种。 但是呢, 关于这个离谱大梦呢, 就是, 我该怎么说呢? 我可能想到这些时候, 心情是会有这种开心愉悦, 肯定会有啊, 离谱。 就是, 嗯, 插, 就是插一句啊, 插一句就是关于就是我们这些个想要去显化一些更好的生活的这些朋友, 就是当你感觉到你的这些个愿望特别难的时候, 我的这个建议也是做一些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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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谱的梦, 就是白日做梦也做一些离谱的梦。 回到这个梦, 我会去做这样一些梦, 但是关键是, 我会心情非常的开心, 但是, 嗯, 我这个不是一种炫耀, 不好意思, 这个真的不是炫耀, 这个是, 如果说想让我去想的话, 这个是我内心的一个心境, 我不会认为想这个是一个, 哇, 好棒啊, 这个梦真的, 哇, 那种, 天哪, 哦, too good to be true那种, 不会, 我真的不会, 嗯, 对我而言, 我的梦其实跟我没有一种分离感, 而我的梦是一直和我在一起的, 比起这些梦, 我现在更关心的是, 我又没有全方位的爱自己, 我有没有经常跟我的Jane, 我的小我说话, 我有没有抽出更多的时间跟她在一起, 以及我想要做的事情, 我有没有去做, 可能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感悟吧, 在我之前我也有做过就是non-duality一元性的视频, 我真的非常的建议, 呃, 我的朋友们, 当然我的, 怎么说呢, 建议吧, 这个, 路也是你去走的, 我并不可能说想就是推着你, 啊, 你去走这条路, 这条路是对的, 就是, 就是到最后的最后就是万法归一, 大道之间, 什么是万法归一呢, 万法归一就是, 这个宇宙的所有的这些个法则, 我们所有的修行做的这些事情, 比如说有些人, 有些人在看的是, law of attraction, 吸引力法则, 有些人看的是law of assumption, 就是我们在做的这个叫做假设法则, 有些人可能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是healing, 疗愈的这条路, 有些人在走的又是另外一条路, 可能是, 就是你们也懂得可能有一些像什么, tower reading astrology, 就是塔罗牌, 占星或者akashic record, 阿卡西, 回到内心的方法很多很多, 包括拉你回到内心的路径, 也是很多很多, 有些人可能是生意做的并不好, 破产了, 那一刹那他意识到, 原来我有这么多钱, 没有任何用, 我其实感觉不到内心的平静快乐, 有些人可能是失去了这种亲人或者亲朋, 体验过这种死亡, 也不是说讲他本人体验, 而是这种死亡这件事情出现在他的生活中, 给他留下很大的影响, 然后有些人是走的是twin flame, 就是很多人懂的这种双生火焰, 双火的这种twin flame, 这种我们可能都会讲, 这个叫做一个人生的一个剧本, Divine Masculine, Divine Feminine, 神圣男性, 神圣女性, Runner and Chaser, 追逃追逃, 追逃停不了, 然后意识到追逃没有意义, 也有一些人是比如说突然之间生了一个很重的一个病, 比如说讲患癌了, 然后他在这种癌症的治疗中, 因为确实有很多这样的案例, 就是他已经到癌症的这种中晚期, 但是因为他的这种心态非常好, 非常配合制的, 尤其是他的心态非常好, 他在那个时候真正领悟到生命是什么样的, 生命的意义, 生命的价值是什么样的, 就是所有这些这些所有诸如此类的路径, 让我们开始从外界走向我们的内心, 走向内心的本源, 就有一种像怎么说呢, 哆啦哀梦的那种叫做什么穿梭门吗, 还是任意门, 任意门吧, 每一个人的任意门可能并不一样, 但是任意门的终点是一样, 终点永远是一样的, 就我以前有说过一句话, 就是写过一篇文章叫做, 百川东去中至海, 就是河流, 他们慢慢汇聚汇聚汇聚到最后, 所有的河流汇聚到最后, 他们的目的地是大海, 我们所有人灵魂的旅程走到最后的最后, 永远是回归到最后的源头, 什么是大道质简呢, 其实我对这句话其实更长一点, 就是大道质简唯有爱, 我们听到的这些法则也好, 道理也好, 哲理也好, 我们所有最后回归, 回归的这个pure consciousness, 纯意识, 最后的纯意识, 它是爱, 它是无条件的爱, 完全pure, 没有任何的杂念在里面, 万物有灵嘛, 就每一个灵魂它真正的内核, 其实是爱, 我们想要怎么样过得非常的愉悦平静开心, 我们唯一要做的, 其实就是找回内心的爱, 而不是从外界去找爱, 因为爱就在这里, 你还在往外去找的话, 那不是一个, 我们不是说过一个叫做骑驴找马吗, 把所有的爱, 真正的爱, 纯净的爱, 纯净的爱, 不是说讲我们去对我们自身有什么要求, 比如说讲我们长得非常好看, 我们才爱我们, 把最纯净的爱要给我们自己, 或者说讲从我们的内心发现, 发掘最纯净的爱, 世界上这么多人, 就是我竟然有这么特殊的一种美吧, 虽然说的好像脸皮很厚, 就是我的美不是那种千篇一律的美,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回归到我们的内心, 回归到这个本源, 回归到爱,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十分感谢你的收听, 抱歉, 很多地方说的有这种卡顿, 总之希望你能够喜欢这支视频, 让我们下一期的视频再见吧, 就这样, 拜拜, 拜拜!